對不對 寫藝人邏輯 考試大概不考出這個範圍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 其實在去年的俗教 我們有教過 我現在講的東西 我就是把去年的東西 整個概念上系的都類似 來 我要講系的 重新再教一次 來 標題先上去 你學起來應該有其中有的距離就叫做 距離的暑假 前期出道就叫做 什麼叫做集合呢 把它定義寫清楚 所謂的集合 那是某一些東西所組成的群體 那這些東西首先 它必須是什麼 它必須是非常明確 而且呢 可以界定的出來的東西 還明確 可以界定 好 那我想其實它的關鍵在哪裡 關鍵就在明確可界定 這五個人 來 就可以拿出一個傳號 就可以把它畫成 簡單來說 如果人家問你說什麼是集合 可以說 就把某些東西放在一起 就形成一個集合 沒有錯 這樣講其實也是對的 但這些東西呢 必須是所謂的明確可界定 那同學什麼是明確可界定 譬如說 我現在講 101班所有超過 身高超過170公分的同學 所形成的集合 同學這樣講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為什麼 因為超過170公分 這是非常明確 而且一個人到底有沒有超過170公分 我們的確是可以把它找出來 所以這個集合裡面 到底有多少的人 到底有多少的元素 我們是非常的清楚 可是就像我以前曾經舉過的一個例子 如果我講說 所有的禿頭所形成的集合 那這個時候 我講過 禿頭這個概念 你會不會覺得它是明確的嗎 不太明確對不對 我已經提到我的例子 有嗎 好像有 禿頭 它為什麼是禿頭 沒有頭髮 那頭上也是禿頭 對啊 對 當一個概念不是很明確的時候 同學 那你這個集合 好 應該這樣講 它就可以把我寫成一個集合 往一系列走 我們講到出狗笑的時候開始 好 好 好 通常一個集合 我們習慣上 會用大寫的英文字母 ABC... 來表示它 好 那我現在 在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我想我舉一個例子 來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講說 A 好 它是 小 A 10 正極數 我現在 在我的品集裡面 我現在來定義一個集合 這個集合呢 大型的A 它代表什麼東西呢 小於10的正極數所形成的集合 當然同學 你心裡面馬上就知道說 這個集合裡面會有幾個東西 五個東西 小於10的正極數它是非常明確的 有哪五個東西 13579對不對 好 那在這個旁邊呢 同學 在我繼續往下講之前 來我這邊喔 旁邊寫一個key 然後你畫一個譜出來 然後旁邊寫一個A 然後在這個A裡面 我們把這個正極數 小於指的正極數 13579 來這五個東西 把它寫在這個圈圈裡面 我認為這個圖形它有圖稱 將集合 應該說將平面 這邊 我這樣子 一定要畫圓嗎 不一定 你也可以畫長得很奇怪的東西 好 我們這邊說 將 平面 一個 一個區域齁 如果我們在一個平面上 把一個區域把它圍起來 然後用這個區域呢 來表示 表示集合的話 那這個區域喔 其實它有一個平層 OK 我們通常有時候在處理一些集合的問題 包括之後 我們會幫同學複習 算是複習喔 就是集合的運算 大家都了解 交集、聯集、插集、補集 那一些集合的運算 事實上我們經常透過這樣一個圖形 你把平面的一個區域把它圍起來 用這個區域來表示集合 教學 這個圖形有個名稱 你知道叫什麼名字嗎 那個 英文好像叫Vanderberg 中文翻譯我覺得翻得很奇怪 它叫做文字 可以嗎 這個圖形叫做無字 簡單介紹一下 好 講完集合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定義一下 什麼叫做元素 我每個名稱都給它一個明確的定義 元素 英文叫Vanderberg Vanderberg 那元素是什麼 其實同學顧名思義 元素就代表的是集合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說什麼是元素呢 組成集合的東西就叫做元素 所以我們可以把元素的定義把它寫上去 組成集合的東西 這集合裡面的每一項東西 組成 集合的東西 就稱為元素 比如說以剛才的這個文字圖來講 這個A代表一個集合 而且這個集合裡面有幾個元素 有五個元素 這五個元素叫做E3579 就是這個意思 元素的話跟集合比較不一樣 集合我們通常用大寫的英文字母來表示 可是如果是一個元素 我們通常會用小寫的英文字母來表上 這樣可以接受 好 我們這邊就慢慢講 從頭到尾再開始教一次 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複習一個符號 我們來複習一個符號 我說 我看看 我知道怎麼 A是集合大A的一個元素 如果我說這個小A是這個集合大A的元素 我們通常會用下面的這個方式來表示它 這個符號 OK 你應該不陌生 這個是元素 來 這個是集合 元素跟集合的關係 我們會用這個符號來表示它 小A是集合大A的一個元素 那為了表示他們的關係 我們就創造出這個符號 代表小A這個元素跟大A這個集合的關係 這個符號同學應該也有講過 那個符號是什麼符號 屬於對不對 知道嗎 屬於 我要寫 不用寫的 可以 知道我意思 屬於的意志 這是代表元素跟集合之間關係 我們會用這個符號來表示它 那如果今天來第二個 如果我這樣講 如果這個小A它不是 不是集合大A的元素 那這個時候 這個符號 我們就應該如何來表示它 這個時候應該叫不屬對不對 小A不再大A裡面 所以不屬於這個符號 你覺得在A裡面 好 這個是屬於對不對 導演你知道不屬於要怎麼表示嗎 把屬於這個符號怎麼樣你知道嗎 謝謝 畫一條形線到後來 這個叫做不屬於 這個符號叫做不屬於 所以我想這些常用的符號 所以你要去了解它 比如說剛才的例子 比如說Example 上面的那個例子 我用A開始均等它一個例子 小於使得正基數所形成的集合 導學像那個1它是不是A集合裡面的元素 是喔 對不對 這個集合裡面有一個元素叫做1 所以1是這個集合裡面的一個元素 但是來 導學2呢 2是它的元素嗎 2就不是 這個集合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OK 把它搞清楚 好 那我們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還是慢慢教 我們先把什麼叫集合 然後什麼叫文式圖 再來什麼叫做元素 接下來屬於這個符號也已經出現了 那我想接下來另外一個考試的重點 關於集合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來介紹集合的表示法 我們要怎麼把集合寫出來呢 集合的表示法同學有兩種 好 也不能還記得去年俗教我就教過啊 是哪個這種 去年俗教 去年俗教 距離現在大概都要怎麼拿 對 大括號 集合外面要先大括號 但是它表示法有兩種 哪兩種 知道 我不知道 來 我應該有講這個名稱喔 來第一個 叫做立舉手 有聽過嗎 然後那個是描述法 對 來 第一個叫做列舉法 寫完之後同學給它空起來 什麼叫做列舉法呢 顧名思義嘛 就是把集合裡面的元素怎麼樣 一個一個列舉出來 就是一個一個把它寫出來 好 那我們把它定義寫清楚 就是將 集合中的元素 把集合中的元素 把它列舉 列舉 在一個什麼地方 在一個大括號 我們要表示集合 我們一般來說 可能都是利用大括號 今天真的要去拿封筆 真的 我已經定過很多次了 可憑真的要去拿 好不好 比如說以剛才我們一開始講的那個 小魚子的真極數所形成的集合 來 我們這邊 這邊透 我們舉個剛才那個例子 上面那個例子裡面 我們看喔 這個A集合 來 看你看這邊 A集合 就是小魚子的真極數 好 所形成的集合 所以集合 寫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集合一定要寫什麼東西 大括號 好 所以你就寫個大括號 你就寫個大括號出來 那什麼叫做列舉法 列舉法已經簡單 就是把這個集合裡面做的元素怎麼樣 一個一個寫出來 好 那這個集合裡面有一個元素叫 1 3 5 7 9 來 同學 這個就叫做列舉法 集合外面一定是大括號 把它的元素一個一個寫出來 這個東西叫做列舉法 懂我意思嗎 好 很簡單吧 來 那第二個 同學你應該也不能獲勝 第二個叫什麼啊 叫做描述法 這個描述法 其實我們比較常用 來 把描述法幾個字 來 把它封起來 好 那什麼就是描述法 描述法通常它的結構會像這樣 集合的最外面通常都寫個大括號 描述法 來 你看 在這個大括號的前面 我們通常會寫一個代號 比如說這個代號叫做x 然後在這個x的後面 我們會加上一根棒棒 一根棒棒 而且是千詞的小棒棒 這個小棒棒它會把這個大括號分成左邊跟右邊 那左邊通常會是一個符號叫做x 它右邊是什麼東西呢 右邊就是你要去告訴人家 這個x到底是誰 你懂得懂嗎 這個x它到底是誰 它具有哪一些性質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小棒棒的左邊是x 那這個小棒棒的右邊代表 這個你要去說明 這個x它到底具有什麼樣的一個性質 具有某些特徵或者說性質 這五個方式通常叫做描述法 叫做描述法 譬如說我們一開始所取的那個x號 好 我剛才講的那個例子 一三五幾九 同學如果用描述法來寫的話 你覺得可以怎麼寫呢 有些人可能可以這樣寫X 就是說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是由X所構成的 然後你在後面就要去告訴人家 這x是誰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 這個x它小於10 而且這個x它是一個什麼數 它是一個正極數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種方式就叫做描述法 聽懂嗎 所以列舉法跟描述法的差別在哪裡 列舉法就是把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一個一個寫出來 這個叫列舉法 那描述法就是先告訴人家這個集合裡面的元素叫做x 然後比較重要去說明在X區有什麼特徵 來 特別讓我跟你講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事實上一個集合的描述法 這個寫法可能多樣化 可能不是只有這種寫法 有沒有同學可以告訴我 我要去描述 小於10的正極數所形成的集合 除了黑板上我寫的這種方式之外 imagining 還能夠想到其他的方式來測 根據時間寫小於10 就是說還有沒有其他的寫法 比如說… 我這樣寫圖啊 畫圖 畫圖 什麼不是1 不要我幫妳寫這個 比如說 有問同學可以告訴我你 你會什麼型之類的 小於10就是我做的 2xs簡單 對 有同學說好 來這樣 2xs-1 是由2x寫一所構成 好 那你要告訴我這x是誰 或者說那具有什麼特性 我先脖子講講看 x怎麼樣 我這裡有五個元素 那你後面要怎麼去說明這個x它有一些限制 介於1到5 好 你說x大於等於1 小於等於多 好 同學我問你 寫到目前為止這個集合彰顯能不能代表 小於10的真基數所形成的集合 彰顯都可以 彰顯還不夠 你知道為什麼不行 因為1到5 同學這是一個區間 這個區間裡面的x它是我們講時數的話 它有無限多個元素對不對 它無限多個數字 來 那這邊你對於這個x你還要再加一點限制 而且這個x必須是什麼做 正整數 不然你就寫說x它是一個正整數 你看懂嗎 所以你看懂我們這些符號的結合嗎 這個n大型的n在表自然數所形成的集合 然後這個x是一個元素 所以這個x它必須是個正整數 元素跟集合的關係用這個符號叫做數 知道我在叫做嗎 對嘛 真不知讓情就不錯 來 這是另外一種表示的方式 我上次講應該沒有很快 都是在講一些畢業的東西 來 那接下來同學 你在旁邊寫兩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都從基本的目標開始 來 例題 如果我們說有一個方程式 來 方程式 x 平方 加上4倍的x 再減掉5等於 它的幾 好 它是一個一元二字 它的幾所形成的集合 好 我們先問一下很簡單的問題 這是一個一元二字方程式的 它這個方程式它的解 同學 你一看就看得出來 它的解有兩個解 是哪兩個解 可以吧 一個解是誰 1跟誰 5 負5對不對 是不是1跟負5 好 那你看喔 它的解所形成的集合 這個時候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寫會比較好 通常既然只有兩個元素 我們直接用什麼方式 用列舉法 對不對 這個集合裡面兩個元素 一個叫做b 一個叫負5 同學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當一個集合裡面的元素的 個數是有限的的時候 這種集合叫做什麼集合 你知道嗎 叫做有限集合 當一個集合裡面的元素 個數是有限的 這種集合我們稱為有限集合 有限集合有時候 我們用列舉法會比較方便 就如果它數目不是很大的情況底下 我們用列舉法來寫會比較好一點 可能會方便 好 那接下來我講一個逆題2 這個逆題2我把剛才那個方程式 我把它改成另外一個 叫做不等式 不等式 X0 方加4倍的X 點掉乎小於等於 好 小於等於 對不起 好 所形成 如果今天我把它改成這一個不等式 同學大家都知道不等式解出來那個X 就是一般的狀況異角 不等式解出來那個X 通常是一個範圍 對不對 那你剛才其實這兩個螢幕是很像的 解不等式就是解方則式 先找出它的兩個跟小於等於0 我以前說過大於在 我以前講過嘛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所以你知道這個不等式解出來 同學它的解集合 它會介於負5跟1之間 那這個時候負5跟1之間 你認為說我們用所謂的描述法比較好 還是你覺得用列舉法比較好 這個時候通常描述法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來仔細看喔 這個X OK 就由X所組成 然後這個X它是怎麼樣 大於等負5 小於等1 然後要說明一下這個X是一個什麼數 是一個時數 看同學在寫什麼東西嗎 好 當然同學 這種集合因為它指的是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它的元素特數是無限多分 所以這樣子的集合叫做什麼集合 叫做無限集合 這樣了解嗎 它不管是有限集合或無限集合 不管是方程式或者是不等式 它們的解滿足這個式子的解剖形成的集合 同學這些集合叫做解集合 你有聽過這東西嗎 這些集合都叫做解集合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一些節目 他說進去找出它的解集合 你要注意喔 同學都是把它解出來而已 它的解你要寫成集合的形態 你要注意這些集合 考試如果他說我要找這個東西的寫集合 你必須把答案寫成集合的形態 集合這東西都無聊也有點無聊 不過我想其實也挺簡單的 就這樣 來 我們進入下一個 我們這堂課可以把集合的基本概念 跟我們做明清楚 來 接下來都給你寫一個 來 第一個 我必須叫 phareadauhi 集合 它本身 跟種 和 太大課 方 Nord OK 後來 化妝 首先呢 其實這個課品也有 首先 第一個要跟你們講 比如說一個集合跟它裡面元素的什麼東西無關 跟它排列順序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什麼叫做跟元素的排列順序無關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來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好 比如說 有一個A集合 我現在用列局把它寫出來 它有三個元素 叫做1 2 3 那所謂的跟元素的排列順序無關 就是說在這個集合裡面 1 2 3這三個元素 它的順序 比如說我不一定要寫1 2 3 我把它寫成多少 我把它寫成2 3 1 1 完全不同 這兩個集合是不是同一個集合 跟它元素的順序是沒有關係的 你把誰擺在前面 把誰擺在後面 那是無關的 排列組合裡面 有時候你調換他們的順序指的是不同的情況 但是你今天在集合裡面 你去調換元素的順序 事實上它所指的都還是同一個集合 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規定 那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集合除了跟元素的排列順序無關之外 集合它跟元素的另外一個方式 跟什麼東西也是五關 跟它重複的次數也是沒有關係 我為什麼覺得這個東西我好像去女主角都這樣 有交貨 現在大部分都可以有 到底有什麼想像 這個沒有 所以有機會有交貨 有機會沒有交來自己 來 舉個例子 Example 什麼叫做跟元素的重複制度無關呢 比如說剛才的這個A集合 上面舉了這個A集合 1 2 3 這代表這個集合裡面有三個元素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把這個集合 如果我這樣寫 它寫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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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 來 教學 你會發現2重複兩次 3重複三次 那事實上我們在集合裡面就規定說 它元素如果有重複的話 事實上我們還是只算是一個 所以這兩個集合其實還是同一個集合 好 你元素重複幾次都沒有差 好 還是同一個東西 喔 果然 怎麼還要做東西要講 好 白 來 我今天本來是想要講到子集合 可是我看一下子眼 剩下6分30秒 聊天 聊天 不然我會寫一個 考考你好不好 好 簡單的 然後讓同學有加分的機會 可以嗎 好 我找同學上來寫 你上來寫 你發揮你的狀意 你寫出一種類型的答案 我們就幫同學加一點點的分數 然後我想一個題目 將一到一間的正整數 這很簡單 正整數中 一到一間的正整數中 三個倍數 三個倍數 我們把它拿出來 三個倍數拿出來 然後形成一個集合 然後把它寫成集合的形態所形成的集合 好 這樣好了 我們先來這很簡單的 一到一間的自然數 然後把三個倍數把它都拿出來 然後形成一個集合 那現在我們投給徵求 這個其實真的不難 就是說有沒有同學 想想看 如果是你妖傘就表示這個集合 那沒寫出一種或什麼的答案 我們就這樣試試看 來 全部二人要試試看 一到一間的自然數中 三個倍數所形成的集合 來 誰要寫 誰要寫 沒有關係 我要抽籤 那是有分嗎 抽籤 抽籤也有加分 但是我比較喜歡 好 我要抽籤喔 一號 方 方 方 一號 要抽籤 借一看好不好 嘗試一下 把它寫很雞 好 吃一下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 來 雞加法 不要緊張 我不會吃了 就把它寫很雞 看什麼意思 烈舉法也可以喔 描述法 描述法也可以啊 但是我跟你講烈舉法一定有可能說老師 烈舉法 哇 烈舉法最小的是誰 三嘛 最大的是誰 什麼三三三 最大的是九九九 可是烈舉法你說老師那麼多 全部都要寫出來 沒有 你中間怎麼樣就好 你明明就好 那也是烈舉法 來 接下來直接看老師 來 看過了要嘗試看看 有沒有不要說 我們好 來 出來一次 來 猛猛猛猛 要不然是認你有特殊的寫法 我越外的寫法我越喜歡 就是你的寫法跟人家越不一樣 有沒有 你們會想一種就是 絕對沒有可以想得到的寫法 來 這樣就是剛才我想那一句 來 聰明 來 聰明 來 再來 海馬人 你想一個就是很特殊的寫法 但是一樣可以表示這個東西 就是跟羊主一樣 有沒有 對啊 想想看吧 就是有沒有那種比較 跟人家不一樣的寫法 這都沒有 只要抽些它 然後有檔 不然要是 沒有想 好 要寫 先要想 可以啊 你想想你上來寫法 他寫了我看看 那你那個寫法能不能表示 這個幾個 好 來 這個 學文靠 我還是說 你能要等他寫完 他上去就會寫 兩個人要寫 沒有 沒有 我們 會這樣子 這樣子嗎 好 這樣嗎 OK 謝謝 來 教學 我跟你講 我們先從這三個旁邊寫的來看 考試如果說真的有考貝之項 這樣不可以整理去 你覺得三位同學 誰可以拿分 來 我問你 分譯一下這個寫法能不能拿分 可以 這是列舉法 你說老師中間提醒點 是不負責任的寫法 沒關係 大家都知道 就不負責任 這OK的 第二個 來 我跟你講 這個這樣寫法 OK 你覺得這樣不不OK OK 這樣OK 但是第三個寫法 沒有關係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樣寫法 考試這樣寫 行不行 你覺得行不行拿分嗎 難不難 他這個集合是由3分是x所構成 那x是誰呢 大於2個1小於1千 s是個正整數 這樣怎麼可以 我幫他改 為什麼寫錯 為什麼寫錯 說說看 這是 因為 你那個人如果有 對嘛 來 你看 x介於1到1千之間 x是個正整數 x能不能是1 可以啊 可是x是1帶進去 你這個集合裡面會有一個元素 叫做3分之1 你懂的意思嗎 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他這個集合這樣的寫法 同學會有問題的 他並不是代表1到1千的正整數中 穿著背後所寫的 這樣的寫會被扣分 甚至嚴格一點 這樣的寫都也是錯的 但是能寫這樣已經算是有一點想法 來 同學有沒有人可以幫他改 可以寫的人嗎 就是有沒有人可以改 或者你自己要常來改 就是這個地方怎麼寫 好 有人後面還是別人 後面下面講到的上次 上次才可以 什麼 什麼 3分 要不要寫 要不要寫 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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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怎麼寫會比較好 這上面上面寫不行 好 上面這樣寫不行 好 我先記一下 那個 方君佳是1號 那個 許無號是幾號 後 後 然後再來 我自己 1號 2號 1號 2號 你有不一樣的寫好 有 來 你 有到下不能 好 快就好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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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寫 同學他這樣寫 你覺得是OK嗎 好 想一下好不好 來等一下我先問我先 你先幾號 幾號 幾號